第31章一棍横扫 一个少年 以无比轻蔑的语气向学院大佬挑衅 这样的场面谁见过 过来的学生一个个都是心脏鸡跳 你妈 太刺激了啊 他们仿佛看到 去年那个意气分发的少年天才又回来了 而且风采更盛 10号 你你你 于西级指10号 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纵家二人却是十分平静 区区一个少年而已 再强又能强到哪里去 徒劳的挣扎罢了 虽然他们刚才也确实被震惊了一把 但是 从这个少年得罪宋家开始 命运便已经注定了 10号一笑 向着于西等人走了过去 淡淡道 如果我是郑家 楚家又或是毛家 林家的少爷 甚至是城主府的后人 你们又敢这么欺负我吗 呵呵 你们不过是欺软怕硬之徒 看我没有什么背景 所以 想捏扁就捏扁 想搓圆就搓圆 可惜 你们错得离谱 我不是豪门之后 但豪门在我眼里 却连屁都不如 这一番宣言 质地有声 众学生听了 都是只觉热血上涌 激动无比 头皮一阵阵地发麻 他们修炼 追求力量 围的不就是有朝一日 站在武道巅峰 俯瞰众生 打碎固有的权力阶级吗 我被当如斯 折磨豪门 我一拳打破 于西却是冷笑 大言不惭 他站了起来 看来 他得亲自出手了 他曾经也是新丰学院的学生 毕业之后留在学院当老师 花了30年功夫 这才爬到了副院长的位置上 50岁 虽然体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但他每天都是苦练不休 因此 力量仍然维持在8000斤的高度 并没有跌落 但想要再进一步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10号 你太狂了 他一个剑步冲向10号 虎风拳使出 有若一头猛虎下山 充满了霸气 他一生都在修炼虎风拳 自然将这套武技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10号单手挥棍 向着于西当头砸了过去 天哪 看到上百斤重的棍子 被10号单手使来有若一根筷子 众人再次震惊得头皮发麻 这是何等恐怖的力量 哄 于西的感触肯定最深了 他人才冲出来 就看到一根铁棍迎头打来 呼啸着静风 可怕莫名 这时候 他肯定躲不了 只得双拳往头顶一格 卡 骨头断掉的声音传来 便见于西亮呛而退 两只手都是歪折成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 已是被声声敲断了 啊 他惨叫 骨头断掉 断骨刺在血肉之中 那真是痛入心扉 看着于西如此惨叫的模样 刚才那拿棍子的中年男子突然之间就心里平衡 好像脚也不是那么疼了 可是 其他人却都是大惊失色 10号真是大逆不道 居然连副院长也敢打 这真是反了天 然而 他的实力未免也太强了吧 大家都知道 10号去年代表学院出战了帝都比武大赛 甚至还得到了第二名 可他也在比赛中被废掉了 哪怕现在恢复 但区区一年时间 怎么可能就从一个初级武图迈进到高级武图 不不不 他这么轻松就打爆了于西 这更应该是初级武师才能拥有的实力 天 孟阳城虽然差不多有10名初级武师 但是 哪一个不是30岁左右才迈进这个层次的 16岁 见鬼啊 律师宋阳和宋长台都是有些双骨打颤 如果10号真是初级武师的话 那他们就替宋家招惹了一个大敌 他们不怕初级武师 可10号实在太年轻了 对方可能止于这个境界吗 中级武师 甚至 高级武师 在华元国 强者为尊 他们若是得罪了一位高级武师 极可能一夜之间被人灭门 而凶手却可以逍遥法外 讲到这里 他们蒙地下定了决心 既然已经得罪了 那就一定要斩草除根 不给10号成长起来的机会 两人同时站了起来 宋阳向着宁文心道 宁院长 还请助我等一臂之力 宋长台则是向圣则学道 圣院长 助我等拿下此恶子 宋家必有后报 赐格高级武徒应该可以困住10号 那么 再去搬救兵的话 今天是可以将这个恶子诛杀当场的 宁文心和圣则学皆是陈吟 一边是宋家的压力 若是现在不出力的话 以后难免要遭到宋家的记恨 可另一边 10号太优秀了 让他们惜财 更让他们惊惧 没见于西的惨样吗 一千两银子 纵阳见二人犹豫 直接开出了酬劳 这让两名院长都是心动 他们虽然是副院长级别 可每个月的薪水并不多 而且 常年练武也积累下来许多暗伤 阴雨天骨头生疼 许多钱都花在了补药上 再加上还要养几个小妾 钱真是不够用 一千两银子啊 足以抵他们三年薪水了 可他们仍有些拿不定主意 毕竟10号的墙也是摆在那的 一千五百两纵长台加价 好 盛泽学当即答应了下来 倪文新见盛泽学松了口 便也点点头 一时之间 四大高手何为之事成 无耻啊 四个人加起来都接近200岁了 却联手欺负一个不过16岁的少年 10号无所谓 羊的数量再多 那也只有被老虎吃掉的份 真正的强者 岂会在意敌人的数量 不 这些人还不配称为敌人 10号倒提着棍子向前走 棍子的另一头在地砖上摩擦着 发出刺耳的杂音 让许多人已经忍不住牙关生疼 上 宋长台大喝一声 四人齐齐冲了出去 各斩五计 围攻10号 10号微微一笑 手一抬 铁棍就卷舞了起来 呼 静风呼啸 奇快无比 砰 一棍砸在宋长台的腰间 巨大的力量撞击之下 宋长台整个人立刻横飞起来 向着宁文心撞了过去 哼 两个人顿时撞到了一起 但这一棍的力量还没有化解 继续向着宋阳砸去 这一棍挑着两个人砸过来 谁人见过如此惊人的画面 宋阳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的反应 哼 两个人已经砸到 三个人顿时撞到一起 恐怖的力量碰撞 卡卡卡 骨头断裂的声音不绝于耳 第32章 杀上宋家 盛泽学生生顿了下来 他要吓尿了好吧 一棍下去 三个高级武徒就废了 这是何等恐怖的实力 初级武师 那是必须的 甚至还是初级武师巅峰 力量无限接近中级武师了吧 这样的实力 只有五大豪门的最强者才能体敌 也只有城主陈子豪才能吻压 他要上去 那不是找死吗 这一刻 他万分后悔 为什么要被一千五百两银子蛊惑呢 啊 这时 宋阳三人摔成了一团 皆是发出惨叫 他们的伤势皆是十分严重 十号的一棍之力超过了万斤 每个人都是断了好几根骨头 现在根本连分开都是做不到 叠成了罗汉 看到这一幕 雨昕突然感觉手也没有那么疼了 而原本持棍的中年男子就更加欣慰了 无道不孤 而且 他这根铁棍居然打费了两个院长 外加豪门宋家的高手 以后是不是要升格成神器了 再远一点的地方 学生们都是睁大了眼睛 呼吸粗重 天哪 这是什么力量 不用什么技巧 就是一棍横扫 但在绝对的力量之下 形成了绝对的碾压 武师 如此年轻的武师 天天还那么好看 让不让人活了啊 十号看向圣泽学 嘴角带着嘲讽的笑容 圣泽学尴尬无比 这真是进退两难啊 但他毕竟当了那么多年的副院长 脸皮厚那是基础 咳嗽一下 道经过本人的慎重考虑 觉得将十号开除之事不妥 有待伤却 十号摇摇头 态度不够端正 砰 他一棍下去 打在圣泽学的腿上 顿时让圣泽学跪了下去 这一次 圣泽学学乖了 忍着痛到 十号品学兼优 为我愿之福 当一粒宝剑 参加这次的帝都比武大赛 十号一笑 不错 此人还算聪明 他挥挥棍子 道 算你过关 退下吧 是 是 圣泽学连忙点头 拖着一条断腿 慢慢退到一边 牛逼啊 把人打了 还要被表扬 举荐 何等霸道 但是 真得爽啊 这不是每个人梦想的模样吗 一言出 如皇帝圣旨 无人敢不尊 男生们皆是羡慕无比 而女生们则眼冒桃花 浑身发软 十号走到宋阳三人边上 直接将倪文心拎了出来 然后丢到一边 啊 倪文心摔得结实 伤上加伤 又开始惨叫起来 圣泽学 于西 圆池棍男子看着 借涌起了一股欣慰 好像身上的疼痛减轻了一分 十号拿起棍子 当作长枪 便向宋阳和宋长石刺了过去 扑 虽然棍头极盾 但他的力量太过恐怖了 生生动穿了两人的肩骨 将宋家二人串到一起 十号再一提棍子 便将这二人都是挑了起来 这得多痛 纵阳二人顿时惨叫 眼泪鼻涕都是流了出来 默默的 倪文心也闭上了嘴 停下了惨叫 比一比 他还算是幸运的 众人看着十号 少年原本就要比同名人高出半个头 现在孤立场中 散着桀骜之气 仿佛一尊凶罗 无情而又冷漠 他狠吗 十号并不觉得 如果他不是实力够强的话 那他现在是什么下场 被开阁出学院 受两百丈行 然后被带去送家 被送天明杀死 这还不算 尸体还要被吊在城墙上 受日晒雨淋 不得安葬 面对要如此对待自己的人 十号还须客气 他不是那种富人之人的性格 谁怎么对我 我就怎么对人 战 翻十倍还之 呃 翻百倍灭之 十号转身而行 铁棍就那么以一只手挑起 本身再加上两个男人几百斤的分量 在他手中却是跟一团棉花似的 宋家要灭他 好 那他就去灭了宋家 没有人可以欠他的 这是他发下的誓言 啊 宋阳两人还在惨叫 身上的伤口则是不断的流着血 撒了一路 十号毫不在意 大步而行 剧烈的晃动之下 让宋阳两人叫得更惨了 这是 要去哪里 众学生见状 连忙跟上 十号出了办公楼 离院 向着城中而去 其他学生当然也看到了 那叫一个震惊啊 什么情况 待后面的学生一说 他们默不头皮发麻 十号 这么猛的 每个人都是放下了手中的事情 跟在了十号后面 定要看个热闹 十号进城 守卫见到这样的一幕 肯定会上前阻挡 却被十号推到一边 根本挡不住 于是 城卫军被惊动了 但他们赶到的时候 十号已经离开有一会了 他们连忙追击 不用怕追丢了 因为看热闹的人实在太多了 宋家 作为五大豪门之一 宋家占地极广 甚至还将一座湖都是圈了进去 作为了宋家的私产 高强绿瓦 气派非凡 普通人来到这里之后 不次禁地就会攻下腰 连说话都不敢大声 十号 便挑着宋阳二人 来到了大门处 站住 门口有八名守卫 看到十号一棍挑着两个血淋淋的人过来 自然不可能没有反应 纷纷上前喝纸 十号岂会在意 脚下不停 棍杖 八人同时抽出腰间的刀 向着十号斩了过去 也只有五大豪门的家卫才能配刀了 这要放在寻常人家里 私藏刀谢乃是大罪 十号灰棍一扫 砰砰砰 八人便被齐齐震飞出去 只知道在地上身影 而这么一状 原本已经痛晕过去的宋阳二人又醒了过来 父又发出惨叫 但他们已经叫了一路 现在皆是有机无力 十号走进了大门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今天宋家会不会血流成河 就看宋家家主做出怎样的选择了 何方狂徒 竟敢擅闯宋家 立刻有更多的人冲了出来 十号停在了门口 将棍子一甩 砰砰 宋阳和宋长石便被他丢了出去 滚到了地上 是宋阳大人 还有宋长石大人 这二人立刻就被认了出来 让宋家的人大惊失色 这二位可都是高级武徒啊 当当当 警钟立刻敲响 一忌两忌三忌九忌 九忌 代表着宋家遇到了最大的危机 百年来 仅仅敲响过两次 现在却为一名少年敲响了第三次 第三十三章 谁能组织 清风学院的学生都在宋家外面 还有一路看热闹不嫌世大的街坊邻居 规模可以说是十分庞大 区区一名清风学院的学生 杀上五大豪门讨个公道 这样的事情谁见过谁听过 这些人是兴奋 看热闹 但对于宋家人来说 这是奇耻大辱 被人堵着大门 这是多少年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了 反了天了 宋家可是城中五大豪门之一 地位尊崇 普通人见了哪个不敬畏有家 一时之间 宋家人群情愤慨 便是宋家家主宋清源也被惊动 亲自出面 宋清源 初级武师 也是宋家两大武师之一 虽然踏进这个境界时间不久 力量却已经达到了一万三千斤 大胆狂徒 竟敢跑到宋家撒野 你不要命了 一名宋家人贺道 他叫宋坎 是宋家的三长老 高级武徒 力量接近万斤 属于宋家的核心阶层 十号淡淡一笑 道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十号 现在自己送上门来了 十号 大部分人很猛逼 这人是谁啊 只有少数人知道事情的始末 这就是打伤宋天明的那个恶子 太让人震惊了 明明出动了宋阳 宋长台两名长老去新丰学院处理这件事情 怎么反倒被这个恶子打上了门来 相反 宋阳 宋长台现在却是被重创 只剩下半口气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得不说 你勇气可加 宋清源淡淡说道 他能够成为宋家家主 不但实力了德 心性自然也沉稳了 并没有第一时间发作出来 不过 与我宋家为敌的人 从来都没有好下场 听到家主大人的宣言 宋家的人都是沸腾了 家主 让我去废了这小子 让我来 我去 好多人都是叫嚣了起来 宋清源摆了摆手 十号可以将宋阳 宋长台两人都是打倒 可见实力不凡 只有他才能吻压 其他人上去估计都是宋的 但是 他堂堂宋家家主 身份何等高贵 又岂能轻易出手 他向着宋砍使了一个眼色 对方立刻会议 大声道 建位何在 莫 立刻就有三十六名男子走了出来 个个身负长弓 弓身漆黑如莫 好像金铁锁住 上界 宋砍喝道 三十六名男子同时开弓 上剑 对准了十号 嘶 好多人爬到了墙头再看 剑状不由到抽凉器 这是宋家的剑位 他们用的可是铁胎弓 虽然不及是月弓那么可怕 但拉满至少也需要三千斤之力 再配上金铁打造的剑头 杀伤力几乎不弱于穿云弩 这可是宋家的大杀器啊 持号这下难办了 而宋家的人则是流露出自豪之色 这就是他们的底蕴 除五大豪门之外 还有哪个失利能够拿得出三十六名力量在三千斤以上的人 敢冒犯他们宋家 不管是谁 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持号指若未见 淡淡道 我过来 一是将这二人送回你们 二是找宋天明算笔账 如果有人拦我 我不介意随手抹去 哈哈哈哈 宋家好多人都是大笑起来 真是疯了啊 被剑位指着 还敢大言不惭 立刻跪地投降 否则 你就要被射成刺猬了 宋侃悠悠说道 持号不再说话 拎着棍子向前而行 射 给我射 纵砍大怒 立刻下令 啾啾啾 顿时 三十六剑为其其松手 箭矢如雨 向着十号倾泻而去 十号挥棍 风云卷荡 恐怖的一幕出现 漫天的箭矢好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锁左右 被收束 然后打了个转 全部射偏 落在了地上 将侵蚀地面都是崩出了一个个口子 这 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 升起了强烈的震害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尤其是宋家人 每一个都有含义滋生 洋洋棍子 荡起进风 居然就把建卫的骑射给化解了 谁能相信 可要是昨天晚上的那帮人在 那肯定不会奇怪了 要知道 昨天可是穿云弩的骑射啊 虽然数量没有建卫多 但胜在速度更快 尽力更足 还不是同样被十号一拳给化解了 真少见多怪 纵砍愣了一下 连忙到 快上剑 给我再射 再射 在他的命令之下 三十六剑尾连忙再次开弓 向着十号展开了乱射 啾啾啾 一剑一剑不停 然而 这根本无法阻挡十号前进的步伐 他随手挥舞着铁棍 荡起了恐怖的进风 生生将袭来的乱剑扫飞 剑射退下 铁卫团上 纵砍继续发号施令 再让十号突进的话 剑射就要进入对方的攻击范围 那肯定会遭到重创 还想跑 十号冷笑 一个剑步窜出 铁棍横扫 砰 砰 砰 人影乱飞 三十六剑尉被瞬间击溃 皆化作了稻草似的 在天上乱飞 啪啪啪 当他们落下来的时候 全部都是死人了 这时 铁卫团才堪堪冲了出来 手中皆有佩刀 五大豪门的特权之一 便是可以拥有兵器 杀 铁卫团的人数不多 只有区区十八个 但他们的质量要更高 皆是高级武徒 力量在八千斤以上 这些人都是宋家的中流砥柱 日后可以成为长老级的存在 豪门底蕴 可见一般 十八铁卫冲了过来 扬刀便斩 他们皆修习了同一种刀法 而且还是星级中阶五技 有一成的力量增幅 十八把刀同时斩过来 寒意滔天 十号淡淡一笑 灰棍迎上 钉钉钉 兵器碰撞之中 火星四射 十号每一棍扫过 便会有一名铁卫被生生震飞 手中佩刀脱手 不堪一击 十八棍之后 所有铁卫皆是躺到了一边 同样毕命 不过 在这样激烈的对抗之中 十号的铁棍也生生打弯折了 他无所谓 随手弃之 踏踏踏踏 十号的脚步声并不大 可在宋家人听来 却是其中无比 步步踩在他们的心上 让他们脸色发白 恐惧疯狂蔓延 如此恐怖的敌人 第三十四张 珊珊来迟 纵钦园终是无法淡定了 本以为剑位可以建功 但根本阻止不了十号 原以为铁卫可以阻止十号 却同样遭到了横扫 这少年 绝对是名武师 甚至还达到了初级武师巅峰 比他还要强大 去请三祖爷 纵亲人陈生说道 什么 竟要请出三祖爷 纵家人都是心中一颤 三祖爷是宋家另一名初级武师 也是最强者 不过 三祖爷年轻时受伤太多 到了老年也记下了一身毛病 出手一次便会痛苦万分 而且大夫也说了 三祖爷每多出一次手 至少少活两年 这真是拿命再薄啊 情况 居然到了这样危急的地步 连三祖爷都要请出来了 去 纵亲人陈生喝道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三祖爷的重要性 虽然这位主不怎么好出手 但是 只要有他的存在 宋家就是五大豪门 可一旦三祖爷挂了 宋家虽然不会跌出五大豪门之列 可肯定要排名最末 这意味着 宋家要失去很多的生意 而恶性循环之下 甚至会影响宋家的根基 拉开衰落的帷幕 如果有得选择 他当然也不愿冒这样的险 可今天若不请出三祖爷的话 宋家将一败涂地 那说不定明天就会受到另外四大家族的群起而攻 将他们除名 不要以为五大豪门并列 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开什么玩笑 望阳城就那么点大 谁不希望占据的利益份额更多一些 池浩可没有耐性等这位三祖爷出来 他继续前进 宋天明呢 他不是要亲手杀我吗 我来了 宋天明其实也在人群之中 他坐在轮椅上 浑身瑟瑟发抖 这个时候 他又岂敢出来 天哪 早知道十号强到这样的地步 他发了风才会跟这样的人为敌 你是不是有病啊 明明这么强 为什么要装废人呢 他不反省自己的行为 却将责任推到了十号头上 我找到你了 十号已是在人群中看到了宋天明 方向一辙 向着他走了过去 步履轻松 纵亲人不得不站出来 这是宋家 岂容他人为所欲为 站住 他喝道 没有轻易冲上前去 就他一人的话 他觉得极为可能不是十号的对手 可十号没有理会 继续走向宋天明 纵亲人无奈 只好一个剑步 向着十号杀了过去 找死吗 十号目光一立 回头便是一拳 纵亲人不得不接 也是一拳 迎击十号 砰 两人的拳头撞到一起 让人震撼的一幕出现 只听宋亲人一声惨叫 壁鼓尽是生生断裂 穿破一目刺了出来 妈呀 那可是武师啊 居然在一拳对拼之中 力量不及 骨头直接断了 天 那少年的力量强到了何等地步 骨骼之间印又达到了何等发指的程度 十号一笑 他还没有用上钢筋 但这么几天的药育和霸体数炼下来 他的身体强度已经远远超过了50级别 甚至他都有自信硬吃穿云弩的攻击 跟他硬碰硬 这不是拿鸡蛋砸石头吗 十号收回了拳头 没有再补上一记 小人物而已 根本不必放在心上 他继续走向宋天明 宋天明下尿 身体不停地哆嗦 虽然身边都是族人 可他却没有一丁点的安全感 只觉身体坠在了冰窟之中 冷得入骨 何方小辈 敢来我宋家放肆 一声大喝 如同惊雷 只见一名身材勾楼的老者出现 受得跟皮包骨似的 只有一双眼睛充满了很近 宋家的三祖爷 宋元良 初级武师巅峰 看到这个老人出现 宋家人仿佛突然又有了主心骨 齐齐振作起来 这是三祖爷 只要三祖爷出手 什么敌人都能摆平 便是宋天明也突然来了勇气 向着十号喝道 十号 你敢惹到我们宋家头上 今日便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真是死不悔改 十号摇摇头 继续向前 大胆 纵元良大吼一声 猛的就向着十号冲了过去 随着他步步突进 他勾楼的身材也舒展了开来 竟要比普通男子还高出半个头 只是身体依然枯瘦 此来 他轰出一掌 进风扬动 可怕莫名 清急高阶武技 难斗掌 十号头也不回 只是一拳向后挥出 砰 纵元良顿时被轰飞出去 啪 摔在了地上 勉强爬了起来 确实身形摇晃 好像随时都可能倒下 天哪 宋元良都不是十号的义和之敌 现在 宋家的建卫 铁卫 两名初级武师 全部被十号击溃 这意味着十号以一己之力 干翻了整个宋家 虽然宋家还有几百号人 但占力比得过建卫 铁卫和两名武师吗 好恐怖的少年 杀法果断 有若修罗 总天明再次瑟瑟发抖 连三组也都不是十号的对手 还有谁能够救自己 哒哒哒 轮椅上有液体留下来 散发着强烈的骚味 纵天明 背下得当众失敬 踏踏踏 突然之间 外面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 然后便听到好多人在尖叫 紧接着 便是一对对背负弩剑的军士冲了进来 成卫军 终于姗姗来迟 不过来得完总比不到好 宋家人见状 长长地松了口气 这下困局终于可以化解了 大不了 他们过几天就搬出孟阳城 以毕十号的锋芒 华元国以武为尊 既然十号表现出如此强大的实力 那么他只要不造反 肯定会被官方招揽 从此飞黄腾达 十号还不罢手 开玩笑了 这次成卫军进呼拳员出动 多达八百余人 这么多的穿云弩骑射 便是高级武士意要退避三舍吧 十号除非是疯了 才会那么投铁 当然了 宋家人其实是欢迎十号这么投铁的 可以借成卫军之手除掉十号这个祸害 还不住手 成守卫统领洛奇贺道 他虽然只是高级武徒 但手握成卫军 便是五大豪门的家主见了他都要叫医生洛统领 所以他自然傲气无比 十号回头看了他一眼 淡淡道 你要阻我 放肆 洛奇大和医生 区区平民 见了本统领 为何不跪 第三十五章见语 十号看了洛奇一眼 然后收回了目光 只做未见 何等面世 洛奇气疯了 他出身平民 也是通过新风学院混出头的 因为表现优异 他进入成卫军后也一路高升 最终当上了统领之位 可以说 他已经达到了人生巅峰 除非胸围有突破性的进展 否则的话 他不可能再有上升的空间 既然没有了上升空间 他的重心也变了 不再兢兢孽孽孽 而是追求起个人的想恶和虚荣来 十号的面世 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 好大的胆子 他目射寒光 再不束手就擒 休怪本统领无情 十号只若未闻 向着送天明走去 他马得 这真是牛逼啊 众人都是目瞪口呆 明明成卫军都到了 十号还一意孤行 这等于是和城主府在对抗啊 要知道 城主大人可是终极武师 别看中级和初级只是差了一个等级 但实力却是天差地远 更何况还有一千成卫军 这么多穿云弩骑射 杀伤力有多么可怕 你为什么执迷不悟呢 是因为少年得意 忘乎所以了 哎 年轻人 毕竟是年轻人那 若其中是失去了耐心 将右手举高 瞄准那个狂徒 抓 所有成卫军皆是将手中的弩箭举起 对准了十号 看到这一幕 宋家人皆是露出了喜色 十号这是自己找死啊 任你在墙 也不能跟城主府正面为敌 直接出动战争机器 那岂是个人之力能够抗衡的 你以为自己是传说中的武尊吗 狂徒 再赶向前一步 本统领就让你血剑舞 操 若其的话还没有说完 十号已经走出不止一步了 让这位统领气得脸都绿了 这是赤灌裸的挑衅啊 给我射 他大声吼道 出离了愤怒 咻咻咻 顿时 几百只弩箭化作了黑压压的箭语 向着十号落了过去 十号甚至都没有格档 就那么任剑与袭来 这 这是在寻死吗 除了这个词 众人都想不出更合适的形容来 穿云弩是威胁武徒的大杀器 一把就能让高级武徒都是不敢动弹 而武士的话 凭借强大的力量 反应速度 完全可以打飞袭来的飞弩 但是 当穿云弩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 就会有一个临界点 便是武士也不可能全部挡下 所以 数量引起质变 任哪个武士也不敢拍着胸脯说可以对抗一只成卫军 几百只弩箭骑射 便是高级武士也必须找掩体躲避 否则必死无疑 十号这么连格档都是没有 任川云弩机射 不是找死是什么 顿时 宋家的人群爆发出欢呼声 这个凶徒 终于死了 太压抑了啊 堂堂宋家 居然被一名少年压在家门口打 这是何等的羞辱 还好 他终于死了 虽然有些丢脸 但两位初级武士都在 宋家还是那个五大豪门级别的宋家 只是中间力量死的太多 这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 场中 只见已经被射成刺猬的十号角一台 又向前走了一步 而他身上的弩箭也是纷纷掉落 现出了他的身形来 毫发无伤 天 所有人都是抱头惊呼 一副见到鬼的模样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那可是穿云弩啊 百知骑射 保证高级武士都要较惨 可十号不躲不闪 任骑射来 确实毫无发伤 这让人怎么接受 这个无比好看的少年 究竟是人还是鬼啊 他们终是明白 十号不是少年得意忘形 而是拥有了绝对的实力 恐怖如斯 纵家的欢呼声也是戛然而止 仿佛被剪刀突然剪断了 生败式的 一个个都是露出茫然 不解 惶恐的表情 他们是作孽太多 所以现在上天降下神明 清算他们的罪恶吗 那非见如雨 却伤不了十号分毫的画面 深深地印在了每个人的脑海中 在他们的眼中 十号真的应该是神了 洛奇也是震撼得双手抽搐 他身为成卫军统领 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这穿云弩的可怕 所以他受到的冲击也最大 但是冲击之后 他登生杀意 那是强烈的极度 给我射 继续射 他大吼道 洛奇是成卫军的统领 长久以来 威望已是深入人心 因此 虽然重成卫军兵是还在为十号不可思议的表现所震惊 可还是本能的听从命令 插上新的箭矢 对准了十号 秋修修 漫天剑雨再来 这一回 十号没有再应接 而是身形突进 刚才他应接 是想试验一下他的身体强度 自然还发动了钢径 结果证明 穿云弩对他已经没有威胁了 既然如此 那就不需要再接了 秋 他的爆发力太可怕了 一冲就进入了宋家的人群之中 来到了宋天明跟前 要知道 十号现在可是活靶子 谁敢与他站在一起 不怕流失不长眼睛吗 因此 宋家人顿时如退朝般散去 只剩下宋天明孤零零一个 无助地推动着轮椅的轮子 想要远离十号这个煞心 这一幕 对于宋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而对于十号的实力则是无声的认同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宋天明都是哭了出来 我不杀你 十号微微一笑 宋天明顿时心中一喜 难道十号是看在了同学的份上 才饶他一命吗 可就在这时 十号一把将他拎了起来 然后向着身后高高举起 尼玛 宋天明看得清楚 漫天的剑语正向着自己飞射而来 他终是明白十号这句话的意思 不是要饶他 而是根本不懈动手 扑扑扑 利剑落下 将他的身体毫无怜惜地射穿 瞬间就多了十几个透明窟窿 鲜血狂喷 而后续的飞剑不断 在他的身上继续制造着新的窟窿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宋天明便被生生射烂 根本找不到一块完整的血肉骨头 穿云弩之可怕 足见一斑 对十号无用 是因为十号太强了 非穿云弩之锅 十号松手 回过身来 念向洛奇 被十号盯上 洛奇顿时浑身皆泛起了寒意 好像被死神凝视一般 他强行按下心中的恐惧 大声道 谁让你们停下来的 给我继续射 第36章杀统领 杀了宋天明之后 十号没有再对宋家大开杀戒 而是盯上了洛奇 他大步而行 羞羞羞羞 剑雨再次袭来 这次是正面 十号也不敢完全不防御 将手往眼睛前面一挡 然后继续前进 叮叮叮 飞云弩击射过来 可打在十号身上之后 却是纷纷弹飞 落在地上 特殊的金属箭头 砸在地砖上 发出清脆的响起 几百只箭这么接二连三地响起 有若在演奏一首歌曲 只是没啥旋律罢了 十号一路行 身后则是留下了一地的箭矢 简直壮观 众人都是在心里生起这样一种感觉 顶着飞云努映生生杀上前的猛人啊 真大丈夫 看着十号步步逼来 洛奇不由生起强烈的恐惧 他不过是高级武徒 而便是初级武师都被十号一招一个干掉了 那如果让十号杀到尽前 他又能顶上一招吗 洛奇现在心中怕得要死 可身为成卫军的统领 他又不能弃战而逃 如果他敢逃 那按军阀处罚 不将他按逃兵处死 那也得得了职位 去出军队 所以 根本没有退路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少年会如此强大 这只是孟阳城啊 又不是郡城 更不是帝都 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变态的选手呢 射 给我射 他红了眼睛 就不信十号的防御是无法打破的 你看 他用手护着眼睛 就说明他身上其实还是有弱点的 对着他的眼睛 全部射他的眼睛 十号哼了一声 突然加速 空 两万七千斤的力量在一瞬间迸发出来 他的速度是何等恐怖 秋 近四十丈的距离只不过是几个飞奔的事情 他就已经迅速拉近 直面洛奇 洛奇 骇然失色 这是个怎样的怪物 这自己的性命受到了直接威胁 他在无丝毫的勇气 连忙转身就跑 十号匹首夺过一只穿云弩 对准了洛奇 淡淡道 你射我千万剑 我只射你一剑 若你可以躲得掉 那算你运气 恩怨一笔勾销 秋 穿云弩射出 宛如一道乌黑色的闪电 向着洛奇追了过去 要知道 穿云弩之可怕 便是高级武途一躲不了 挡不住 洛奇这么只顾着逃命 那就更加不可能做到了 扑 弩剑没入了他的背心 然后透体而出 没有这么恐怖的穿透力 穿云弩又岂会留下赫赫胸名 洛奇低头看着透体而出剑尖 脸上露出不敢相信的表情 他伸出手 想要去抓什么东西 可双腿却是一软 哼 他重重的栽倒在地上 气息断绝 十号向着众城为君看去 众君是不由都是寒气直升 不由自主放下了穿云弩 十号没有再开杀戒 事实上 如果洛奇只是阻她的话 那职责在身 她不是不能网开一面 但是 后来洛奇明显是动了私心 纯粹就是为了要杀她 所以 她不能忍 直接射杀 见她之人 必须害她 十号再看向宋家 同样没有再造杀戮 够了 宋天明已除 剑尾铁尾全灭 两名初级武士 亿被重创 给宋家的教训已经足够了 她还有一件事没有完成 十号大步走出了宋家 无人赶阻 便是成为君一只赶目送 这时 这时宋家人才真正地松了口气 齐齐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只觉全身都是冷汗 这样的恶魔 他们一辈子都不想再面对了 而围观群众届十号离开 也以为十号终是决定罢休 虽然有些意犹未尽 但今天已经看得足够过瘾了 这样的骑士 足够他们吹上三年了 只有极少数的人还跟着十号 想知道他住在哪里 又想去往哪里 然而 走着走着 这些人就发现不对劲了 十号前进的方向 怎么是城主府呢 尼玛 他们各个色变 难道十号还没有杀过瘾 要去城主府再闹一回 天 天 天 消息传出 群众再次聚集 齐齐前往城主府继续围观 而另外四大豪门也被惊动 便是武师级的强者也纷纷出动 前往城主府 他们有种感觉 今日或许会在历史上留下无比浓重的一笔 十号却无意创造什么历史 他只是去算一笔账而已 没多久 他就来到了城主府前 相比之下 城主府的战地远没有宋家那么大 但愿墙更高 正能更大 散发出宿木庄严之气 威慑力十足 这是因为城主之位并非是习 而是得金骏城举荐 然后皇室批准 所以 陈子豪卸任之后 下一位城主完全不可能是他的儿子 没有足够的时间经营 那当然不能和宋家这样的老牌豪门相比 城主府上 八名守卫看门 各个将手按在腰间的刀柄上 显得威风凛凛 寻常人见了都不敢与他们对视 生怕被误会有什么歹意 十号大步而行 来到门口 来者和人 八名守卫齐齐喝道 十号淡淡一笑 我叫十号 来见一个人 谁 守卫问道 城主府既是城主大人的住处 也是他处理政务的地方 所以 每天确实有各色人等进进出出 城主夫人 我 操 八名守卫立刻脸色大变 你他马得是来捣乱的 真是找死啊 居然跑到城主府来调戏城主夫人 何等的胆大包天 大胆 八名守卫同时呵斥 纷纷拔刀 枪枪枪 寒光闪闪 八名守卫将十号包围了起来 十号完全不在意 起步而行 他这个人做事很有原则 你看 已经先礼后兵了 这要让别人知道了 肯定会非常无语吧 您这样的礼 哀 杀 八名守卫纷纷斩了过来 擅闯城主府 污蔑城主夫人 这是死罪 完全可以不必通病 直接处死这样的狂徒 十号脚下不停 砰砰砰 便见八名守卫纷纷跌飞出去 又哪里挡得住他 他敢这么直接闯进去 其他人就不敢了 这擅闯城主府乃是大罪 哪怕他们心中在痒痒 也不敢造次 可他们心中真得好奇啊 十号为什么要跑来城主府呢 难道因为城卫军出手 他心中不爽 要来对城主吗 第三十七张闯城主府 站住 听到动静 城主府的护卫也纷纷冲了出来 有的拿着穿云弩 有的则是拔出了佩刀 纷纷对准了十号 十号没有理会 只是向前而行 可恶 修修修 穿云弩立刻射了过来 却被十号随手抓住扔掉 有若探囊取物 太轻松了 什么 这些守卫还是头一次看到 居然有人可以徒手抓住 穿云弩射出去的剑 哪一个都是震惊得头皮发麻 脚下冒起寒意 这样的恐怖存在 是魔鬼吗 可职责在身 那些守卫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啊 他们挥刀而上 砰砰砰 结果是一样的 他们皆被十号打飞 不过 十号并没有下杀手 只是将他们震飞 让他们暂时无法再动手 他这个人 还是挺有原则的 一路如入无人之境 直闯到府地后进时 他终于停下了脚步 城主出现了 孟阳城的第一高手 终极武师陈子豪 年轻人 你可真是让我惊讶 陈子豪并没有生气 相反 他脸上笑意盈盈的 从我接到消息 再到赶出来 不过一会会的时间 你却已经杀到了这里 这说明 十号一路根本没有受阻 这实力太可怕了 十号一笑 谢谢夸奖 资料上说 你叫十号 去年还参加了 帝都十五岁级别的比武大赛 获得了第二名 陈子豪说道 不过 这上面说 你还背费了一臂一腿的经脉 在无修炼了 简然 这是胡说八道了 十号摇摇头 资料没错 我确实经脉受伤 只是后来治好了 陈子豪嘖嘖赞叹 不过一年时间 你就从初级武图 迈进了中级武师的高度 连我意识震惊非常 这样的成绩 哪怕放到帝都学院去 也完全叫不出来 呵呵 那可不是一年 而是仅有十来天 好吧 既然你成为了武师 自然也能拥有一部分特权 而且还那么年轻 陈子豪一笑 我且听听 你闯到我这里来的原因 这样的人才 华元国西枝 十号展颜一笑 我要见见尊夫人 尼玛 陈子豪脸上的淡定从容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这么一个好看到国分的少年 居然开口就说要见他的夫人 这其中蕴含的信息量太大了 便是四周的守卫意识 窃窃私语 难道 十号这么胆大包天的擅闯成主府 其实是因为一场旷市绝俗的三角恋吗 十号 慎言 陈子豪沉声喝道 他职责在身 要为华元国寻找人才 但是 涉及到他的家人 他便绝不会客气 十号没有当回事 继续道 你夫人派杀手杀我 所以 我来讨个公道 杀手 四周的守卫继续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难道成主夫人是害怕东窗事发 所以派杀手想要灭口 结果却是没有得逞 反倒激怒了十号 让奸情曝光了 一派胡言 陈子豪挥了挥袖子 他的夫人怎么可能派人去刺杀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十号摇摇头 说起来 你还得感谢我 感谢你什么 强闯我的府邸 还是当众让人误会我夫人和你有一腿 十号继续道 你儿子差点失血过多而死 还是用的我的金疮药 才保住了一命 一 陈子豪一愣 他自然知道儿子遇刺的事情 也知道是有一名少年拿出了效果惊人的金疮药 才救下了儿子 不过 这几天他满心思的找刺杀儿子的杀手 还没有功夫去寻找这位恩人 没想到今天恩人居然自己跑上了门来 陈子豪并没有怀疑十号的话 一来这个救命恩人确实是个少年 二来的话 也只有十号这么崛起如同神话的人 才可以拿出效果那么好的金疮药了 好 我成你一个人情 他点点头 如果我告诉你 跑来杀我的人 和对你儿子出手的凶手 其实是同一个人 你会联想到什么 十号悠悠说道 我跟你夫人确实没啥恩怨 只是碰巧救了一个不该救的人 陈子豪没有说话 双拳却是捏了起来 额头有青筋在跳 他的正是一只无出 所以他就纳了一个妾 而这个妾很争气 很快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让陈家后继有人 他自然知道 正是对此很是吃醋 但万万没有想到 贵恶独到派杀手除去他子嗣的地步 虽然还有那么一丝丝犹豫 但陈子豪却已经有八成相信了十号的话 孟阳城中还有谁会刺杀他的儿子 完全说不过去 他这个儿子又不会继承城主之位 跟几个大豪门街不可能形成利益冲突 这也是他为什么这么多天都没有找到凶手的原因 根本就在他家里待着 去外面又怎么可能找得到 他深深的吸了口气 道好 我知道了 这件事情我自会处理 也会还你一个公道 欠你的人情 他日必有回报 这话的意思是 你走吧 家是我会处理的 不好意思 十号笑道 我这个人有仇报仇 而且向来喜欢亲自动手 靠 陈子豪顿时就怒了 他的心情本来就不好 十号却还要激怒他 让他一下子就炸了 十号 你不要不知好歹 他虽然说道 十号呵呵一笑 举步前进 咻咻咻 就在这时 只见好几道人影几乎同时闯了进来 正家家主 楚家家主 毛家家主 林家家主 除了宋家之外 五大豪门的家主都到了 也只有他们才敢不禁禀报就闯到这里来 陈子豪也没有心情去呵斥这四人 只是冷冷的看着十号 道 少年 我欠你一个人情 不想以愿报德 十号没有理会 石静白想要杀他 而且付出了行动 那他肯定是要出手的 再说了 石静白还是杀害义父的元凶之一 他更加不可能放过 哼 陈子豪忍无可忍 一个剑步冲了上去 向着石静白展开了攻击 凶狼拳 越级初揭五技 他拥有高达两万五千斤的力量 而越级初揭五技又有四成的力量增幅 让他的爆发力达到了三万五千斤 第三十八张败陈子豪 三万五千斤之力 如此伟力 便是石静白在不运转五技的情况下 亦无法对抗 顿时 石浩被轰得节节败退 这让四大豪门的家主皆是点头 开始评价了起来 这少年真是神奇 如此年纪就拥有了终极武师的修为 不过 毕竟出身受到了限制 顶多只能拥有虎风拳这样的心急下肩五技 战力有限 陈子豪是从俊成过来的 掌握了越级初肩五技 哪怕力量相当 我等一非他的对手 哎 越级五技啊 他们皆是感叹 哪怕是他们这样的豪门也不过拥有新级高阶五技罢了 池浩只是适应了一下陈子豪的实力 很快他就发动了反击 五技 飞云泉 虽然他还拥有日级五技 但是 飞云泉是他义父传授他的 于他最有意义 不过 飞云泉也足够了 这可是越级高阶五技 力量增幅高达八成 再加上10号27000斤的力量 足以让他爆发出接近5万斤的破坏力 砰 一击而已 陈子豪就腾腾腾的亮呛而退 好像喝大了的醉汗 脸色一是一片红一片白的 我操 看到这一幕 四大豪门的家主集体陷入痴呆状态 眼珠子都是瞪了出来 只觉头皮一阵阵地发麻 怎么可能 10号一拳 居然打得陈子豪亮呛而退 脸色都是变了 这一拳之威德多么恐怖 靠 刚还说这小子底蕴不足 不可能掌握什么高级五技 结果呢 立刻就被打脸了 能够一击就把陈子豪打飞 这明显是超越越级低阶的五技啊 陈子豪自然不甘 再次杀了回来 10号不再保留 战力全开 砰砰砰 两人连拼十几拳 只听陈子豪发出惨叫 不得不退出战团 他的双臂出现了明显的凹凸起伏 显然 壁谷已经断裂了 而且还不止一处 再看10号 气定神闲 若无其事 这 实力差距之大 不言自明 次大家主都是 害得胆知都要吐出来了 还生起了强烈的后悔 靠 他们来凑这个热闹干嘛 现在他们上前不上前帮忙 上去吧 四人联手肯定也不够10号打的 只会自讨苦吃 但若是不上 那陈子豪秋后算账 他们又有哪个能够逃得了 10号却毫无得意之色 打败一个终极武师而已 需要得意洋洋 他只是淡淡道 是你将人送出来 还是我自己去找 陈子豪咬牙 过了片刻之后 他审声道 去请夫人过来 立刻有事为因命而去 过不多时 只见一名中年女子 拾着连步而至 他显然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情况 看到这么多人在此 而且还有四大豪门的家主 让他露出了惊讶之色 老爷 幻且声过来 是出了什么事吗 他问道 池浩接口 道 是我有事找你 你 石静白亚然 区区一名少年 竟然在城主府上 如此喧宾夺主 你是谁啊 池浩微微一笑 我就是救了那小少爷 被你派杀手行刺的那个人 听到这话 石静白不由地脸色一变 杀手没有向他赴命 他就意识到行动失败了 这让他坠坠不安 因为事情一旦泄露 这会给他造成很大的困扰 没想到怕什么来什么 这么快苦主就杀上门来了 胡说八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立刻矢口否认 当着陈子豪的面 他当然一个字都不能承认 石浩摆摆手 打断了他的表演 道 这只是小事 我也懒得和你争辩 我现在问你 是谁指使你杀石天阳的 咦 陈子豪 四大豪门家主都是一愣 怎么突然话题就转了呢 这少年 不是为了给自己报仇来的 还有 石天阳是谁 他们猛逼 但石静白却是立刻反应了过来 指着石浩道 原来 你是那个小杂种 石浩眉头一皱 随手踢起一块石头 咻 流星搬杂向石静白 啪地一下 他的右手顿时炸开 变得血肉模糊 啊 石静白立刻发出惨叫 但叫了两声之后 他就收声了 露出无法置信的表情 居然 没有一个人出手去对付那的凶徒 为什么 为什么 再问你一次 是谁指使你杀石天阳的 虽然石浩心中已经有了猜测 但他还是要得到亲口的确认 老爷 石静白向着陈子豪哭着求救 这可是你的观点啊 你怎么可以任人行凶 陈子豪心道 我已经阻止过了 根本打不过好吧 但碍于面子 他当然不可能这么说 而是审声道 你自己干的好事 还有脸向我哭求 十号走过去 气窍索心直展开 只是两指而已 石静白就惨叫着撑不住了 眼泪汗水把脸上的妆全部模糊了 我说 我说 他喘着气道 只要不再受这样的折磨 他什么都愿意 是石富安让我杀人的 石富安 他和石风云是什么关系 十号问 他是石风云的亲弟弟 果然 还是跟石风云有关 为什么这么久了 却突然杀人 十号又问 石静白喘过气来 又变得凶狠起来 小杂种 我可是帝都石家的人 你敢伤我 天下都没有你立足之地 十号哼了一声 再次使出了蹊跷索心直 顿时 石静白又发出了 枪天忽地的惨叫 说 石静白再不敢嘴硬 道 具体的原因 石富安没有跟我说 但我猜 是因为石风云登上了家主之位 再无顾忌 是了 十几年前 石天阳与石风云竞争家主继承之位 是石风云靠阴谋获胜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就立刻登上了家主之位 而是还得等老家主退位了 直到三年前 他才终于爬上了石家家主之位 可以放心大胆地出手 再无人敢说他什么 啪 十号一掌拍出 石静白顿石头一歪 躺到了地上 再无生命气息 奸取一名元凶之命 带他去了帝都 再把石富安 石风云全部宰了 还有当初那些偏邦石风云的人 亦要付出代价 第39章民动全程 石静白的尸体静静地躺在那 人死了 罪也消了 陈子豪 四大豪门家主都是指觉胸口堵得慌 这么一个少年 有若修罗 所过之处 必有杀戮 事实上 陈子豪还知道更多关于石浩的事情 比如昨天晚上 杨家家主和儿子便死在了石浩手里 只是还没有等他想好怎么处理 今天就紧接着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他按捏拳 只要石浩离去 他就调动成卫军大军 将石浩射杀当场 石浩一笑 扬长而去 来人 给我将洛奇叫来 回到书房的陈子豪开始下令 但只是一会 就有侍卫 禀报 回 回城主大人 洛同龄已经战死 什么 陈子豪大惊 人也猛地站了起来 但牵动伤口 只觉两条手臂都是痛得厉害 怎么死的 他追问 为石浩所杀 那侍卫简单地说了一下情况 啪 陈子豪一屁股跌坐了回去 八百多的城卫军 其其出动 居然也没能耐何得了石浩 天哪 这个少年强到了何等地步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现在孟阳城已经没有人对付得了石浩 讲要拿下石浩 甚至杀了这个少年 必须去请郡城的高手 又或是将那里的城卫军调过来 赤月公 可杀武师 但此去郡城 快马加鞭医要八天左右 一来一回得半个多月 他能够坐的 也就只有等而已 现在 石浩在孟阳城就是王 完全可以为所欲为 当石浩走出城主府的时候 所有人皆是报以无比震惊的目光 强闯城主府居然还平安无事地走了出来 这是何等惊人 石浩没有理会任何人 禁止离去 这一天非常漫长 很快 一个个消息传出 惠总 然后 全孟阳城的人都是惊呆了 原来石浩这么猛 昨夜 沙阳超父子 今日 先在新峰学院打费三位副院长 在杀去宋家 打趴下两名初级武师 应党八百城卫军 格杀宋天明于当场 最后 他又去了城主府 拜终极武师陈子豪 取城主夫人性命 在整个过程中 他毫发无伤 这还是人吗 简直就是魔神 可再看下事情的始末 沙阳超父子 是因为杨世安调戏人在先 石浩不过失忆住 却惹出了杨家的报复 才惹怒了他 大开杀戒 而宋家亦是如此 乃是宋天明出手在先 城主夫人 那就更巧了 石浩还救了城主的儿子 让城主夫人怀恨在心 派人刺杀在先 所以 整个过程中 石浩皆没有主动去招惹谁 完全是在自卫罢了 当然了 他的自卫跟别人有些不同 威力要大得多 完全就把两个豪能给踩平了 谁能想到 这个年石浩还担心要被开格的半废之人 居然一飞冲天 猛到了这样的地步 清风学院中 多少女生后悔啊 没有趁早将石浩给逆推了 不然的话 现在他们就能分享到这样的荣光 被其他女生羡慕 而男生们后悔的也不少 那些嘲讽过石浩的人 更是心中害怕无比 要是石浩找他们算账 靠 人家连城主夫人都是杀了 还有什么不敢的 海灵舞馆中 包括武士白在内 皆是激动的想哭 他们本还在谋划 怎么帮石浩度过杨超父子之死的难关 没想到才过了一晚上 石浩就自己解决了 我把城主府都打趴下了 谁来治他的罪 这是何等霸气 跟着这样的主子 太他马得爽了啊 而在此新手势铺中 软胶欲拖着香腮 哪怕坐着 他也不自禁地扭动着他风吟挺翘的臀部 难难道 这个少年能够不下去拢天地能量的阵法 又轻松打败了破五级的陈子豪 绝非寻常之人 要说他是哪个大宗门的弟子 却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呢 难道 他也是哪个大佬的私生子 不行 我得好好的盯着他 石浩去了回春堂 拿了些药材 用以配置险根散 这是测试灵根用的 他索性在药铺配药 一切搞定之后 也到了晚饭的时候 他毫不脸红地留下来蹭吃 巨大的胃口让电火门叫苦不迭 这家伙太能吃了啊 他们都只吃了个半饱 不过 当他们第二天听说了 十号的传奇故事之后 就生起了强烈的自豪 能够和这样的牛人坐在一张桌子上 争抢着饭菜 这可以拿出来吹多少年 十号回到自己的院子 安心休息 他不怕被人半夜偷袭 体魄强横到他这样的地步 就是漠然被穿云弩射中也伤不了他 当然 前提得避开要害 而且 他睡得很警觉 不可能被人偷偷演进来 也没有反应 一夜过去 整个孟阳城都是轰动了 到处接在说着十号的传奇 十号本人却是毫不在意 他继续要遇 练霸体术 修九转略天津 这一次 力量的提升又回到了正常的轨迹 达到了四千斤之距 三万一千斤 接下来 他就要去郡城 海王郡 治下一共有十八座普通城 孟阳城是其中之一 既然是郡城 海王郡的五道层次 当然要比孟阳城高出一大截 不但有高级武师 甚至还有武宗 据说 郡王楚为便是初级武宗 也是海王郡中唯一的武宗 楚家皇室的宗亲 当初太祖爷第九子的后代 分封于海王郡为王 世代继承 十号现在还打不过初级武宗 但是 再过几天 他就可以将初级武宗踩在脚下 因此 他需要的只是多修炼几天 他当然不缺耐心了 一晃 两天过去 十号又遇到了一次武道极限 便是四万金大关 这本是属于高级武师的极限 可于他来说 却只是修到了初级武师的尽头 毫无悬念 九转略天经冲击之下 极限力破 终极武师 然而 十号的力量却达到了四万三千金 初级武宗的起点 也不过是四万金之力 现在 十号已经拥有了初步对抗初级武宗的实力 再用上日集武技的话 他甚至可以横扫初级武宗巅峰的强者 就在这时 流氓来了 第四十章霸体 几天没见 流氓瘦瘦了一大圈 但是 他还是要比一般人胖 仍能称之为胖子 石头 你不会想到 我的力量提升了多少 这个胖子神神秘秘地道 一脸的笑容掩盖不了他的得意 我 多少 十号笑着问道 两千金 流氓说道 我现在已经是终极武图了 十号也有些惊讶 不修炼功法 纯靠体术 哪怕有药育的帮助 这力量提升也仍是十分夸张 来 给你测一下灵根 再配合功法的话 你的提升速度还会更快 但他立刻替对方高兴 笑着取出了显根伞 倒了一点在流氓的手掌中 再取一点水 让流氓接着 观察着水液颜色的变化 然而 几个呼吸的时间过去 水液还是清澈 毫无变化 咦 按理来说 只要有灵根的人 那么在显根伞之下 就会让清水变化颜色 比如 火灵根的人就会变成红色 寒冰灵根的人会显示白色 雷灵根的人会显示蓝色 等等 而水液颜色不变的话 那就意味着没有灵根 胖子没有灵根 石头 流氓有些可怜巴巴的看着石浩 石浩笑了笑 安慰道 没事 没有灵根一不算什么 也不是没有以体术修成大能的传说 流氓虽然失望 但是 整个华元国的人都是不修功法 他只是感觉有点可惜罢了 那我就苦练霸体数 他说道 石浩嗡了一声 却又亚然 因为才过了几天 胖子居然提升了两千斤之力 这也太夸张了 没有他这么恐怖 但也不服常理啊 他又不是没有练霸体数 但只是强化了身体的强度 对于力量的提升却是微乎其微 胖子 你一天练几遍霸体数 石浩问道 石变 怎么了 太少了 流氓回答道 不过 石变真是极限了 不然我骨头都要断了 你嘛 石浩都是有些震惊 他伸出双手 搭在流氓的肩上 胖子 你是个天才 他忘了和流氓说 每次修炼最多只能练几遍霸体数 一般来说 练到练不动了 那傻子也知道该停下来 所以 他忘了也没有事 可吓人的是 胖子居然一天可以练石变霸体数 正常来说 只能三次啊 石浩自己也在练 清楚地之道 三变确实是极限了 我是天才 胖子指着自己 你是 石浩点头 难怪胖子的力量提升那么惊人 原来他在体修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赋 他开始翻找原成灭的记忆 有没有什么解释 有了 除了灵根之外 还有体质一说 有些人生巨异柄 可以沟通天地自然 引动雷霆 火焰等能量 而有些人 则是在体修方面 有着特殊的天赋 江传 有一种体质被称为霸体 天生没有灵根 但在体树的修炼上却没有极限 力量可通天彻底 咦 霸体树就是一名霸体所创 让后世没有霸体体质的人也能修炼 靠 胖子不会是霸体吧 时好看向胖子 但看着对方猥琐的模样 他不禁摇摇头 这么猥琐的霸体 有点说不过去啊 胖子 过几天我要去郡城 然后再去帝都 可能要去很久 你打算留在这里 还是跟我一起去 他换了一个话题 当然是一起去了 胖子兴奋地道 石头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拖你的后腿 好 时好笑了笑 他又给了胖子西药玉包 让他回去勤家修炼 时好又去了一趟新风学院 算算时间 也到了选拔赛的时候了 虽然当时盛泽学亲口说 要保健他拿到代表的资格 但还是去确认一下的好 因此 早上他修炼结束之后 就晃去了学院 看到他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流露出敬畏之色 但哪怕是那些女生 也只是远远地看着他 一个也不敢接近 他现在太强了 强得连城主大人都是打趴了 这样的人物自然让人敬畏 不敢亲近了 石浩也不在意 找人问了一下 发现资格赛居然已经进行了 靠 胜泽学搞什么鬼 石浩立刻杀了过去 学院有专门的舞斗场 工学生进行切磋比武之用 现在 这里很热闹 因为今天有许多场比赛 15岁的代表已经选拔了出来 是一个叫郭欣的少年 而无年龄限制的资格战正在进行 已经是最后一场了 由高峰对战赴雷 高峰 新峰学院公认的天才 今年才18岁 他的对手只是抵抗了一会 便自行认输 免得输得难看 高峰露出傲然之色 学院第一人 当之无愧 不过 一个人民划过脑海 他立刻感觉胸口堵塞了一下 不不不 那个变态绝不能算是学生 哪有终极武师的学生 他正想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但清了清嗓子 还没有开口呢 只见众人纷纷向着大门口看去 那里 站着一道修长的身影 10号 高峰不由地心脏一阵收缩 现在的10号跟修罗杀神没有什么区别 连城主夫人都敢杀 他还有什么不敢的 全场 亦是一片寂静 向10号投以敬畏的目光 10号非常不爽 他大声道 圣泽学在哪 我 我在 圣泽学哆嗦着走了出来 他哪里得罪了这位煞心 10号哼了一声 我明明说要报名参加资格赛 为什么开始了没有人通知我 还有 你不是要保健我的吗 啊 众人都是集体猛逼 你是开玩笑的吧 你是什么修为堂堂终极武师啊 居然还要参加这样的比武 你还给不给人活路了 怎么 我不是学院的弟子 我没有资格吗 10号容色一尘 有 有 圣泽学连忙道 灵机一动 连忙道 我不是怕时少你麻烦吗 所以 现在学院重选出一个代表来 再和你打过 比一场就行了 对对对 边上的于西和宁文心也纷纷点头 他们对面前这个年轻人已是害怕到了骨子里 行 那就比吧 10号点点头 走到比赛场地之中 向着高峰道 你是我的对手吧 尼玛高峰心中奔过一万只草尼玛